而在高规格的防疫措施之下 东华富小传统的开学日迎新活动 派出了四宝玩偶在校园门口来迎接新生 校长报名军也准备了神秘的礼物带送给每一位新生 热闹有趣的迎新活动 让第一次上学的小朋友都忘却了紧张 开心的进入校园和老师同学一起来上课 东华富小开学迎新创意活动是一项传统 今年在疫情高规格要求之下 一样是安排了有趣的迎新仪式 从5月19号因为疫情停课到现在 有三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孩子没有进到学校来 今天9月1号正式开学 校园热热闹闹叽叽喳喳 哇这是一个非常生气盎然的一个环境啊 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进到学校来 回到学校来上课 那么一年级的孩子是刚刚进到学校 家长特别特别的关心 有些孩子当然会害怕会担心所以会哭 但是安抚安抚也都进到教室来了 东华富小做好了所有准备 防疫的准备班级的准备用餐隔板所有因应俱全 让家长放心相信在花莲的所有的学子们 都会受到花莲县教育环境的照顾 都能够平平安上学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开学第一天学校派出了象征着首规矩 勤学习有礼貌等开学四宝玩偶在校门口迎接新生 让小朋友们及家长露出开怀笑脸 而校长包明君也准备了神秘礼贷送给每一位新生 包括了苹果象征平安 一元硬币代表独一无二 橡皮擦代表不怕犯错改正就好 面纸代表要有一颗关怀与体贴的心 而乖乖软糖则是鼓励小朋友要勇于尝试拥有丰富的人生 东华富小在开学前全面做好环境清销 校园整理 背足口罩、酒精、消毒水、香皂等工作 也设置了防疫隔板 要让家长安心、放心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